在这个国家,富人掌握着绝大部分社会资源,什么好东西都是他们先享用,无形间也变成了实验小白鼠。 这不,制药公司的会长就成为了第一批感染者,不明就里的韩忠孝还热情地请他吃饭,想要搞一点最新药物帮怀孕的老婆治疗。 没成想,不但害了自个儿老婆,还把尚未出生的孩子搭了进去。 进药流传到世人面前,会长和其他高层已经率先服用了进药,他告诉韩忠孝,这种药能短时间内提高人的注意力,使人的大脑异常兴奋,办事效率加倍。 说话间,他就掏出一颗放到嘴里,恰好这时,韩忠孝接到了临床中心的电话,对方告诉他,吃下进药后的人已经出现了撕咬人的情况。 明天就是公布最终成效药的日子,现在可不能出岔子,韩忠孝叮嘱手下的人把消息封住, 该赔偿赔偿,一定不能让这件事流传出去。 就在这时,包间里传来异响,韩忠孝走进去一看,眼珠泛白的会长正疯狂地啃他老婆的脖子。 要知道,韩忠孝老婆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的孩子啊,一顿饭的功夫,不仅老婆感染了,孩子也就此领了盒饭。 韩忠孝真后悔当初从竞争对手手上搞来了这个药,现在他能做到就是控制住感染局面,尽快研制出治疗药物。 短发女的汇报声终于将韩忠孝从回忆中拉了回来。 在得知给感染者注射解药无一生还的记录后,韩忠孝依然吩咐他们继续研究尝试,直到成功为止。 出了什么问题,他胆着。 公寓这边,大爷他们还想着要逃出去,他们的目标是逃到市里最贵的公寓里,他们不相信那些有钱人也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。 新春听后,劝他们想想就好,出去还是别了吧,要知道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感染者,以他们的实力,可能刚出去就被扑倒了。 公寓有大门挡着,总的来说还是比外面安全的。 新春唯一担心的就是天台,要是感染者通过天台进入公寓就糟了。 想到这儿,新春和郑一贤便来到了天台查看情况,幸好上面没有感染者,只有安德鲁一个人在放空自我。 新春知道,这个安德鲁性格孤僻,他会一个人上来散心也不奇怪。 居委会大妈引起公奉后,就迟迟待在家里不敢露面。 以他现在的人员,选上居民代表显然是不可能的了,大妈心有不甘啊。 要知道,他想当居民代表可不是为了造福住户,而是为了从小区的各种建设中捞钱。 为了之后能成为居民代表,居委会大妈找到了此时公寓里说话最管用的新春, 假惺惺地和他道歉,恳求他的原谅。 新春当然是不会轻易相信大妈的啦,他之所以还愿意见大妈,纯属是为了更了解自己的敌人。 俗话说得好,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 另一边,郑一贤还在健身房观察教练,他给教练靠上了手铐,以防他突然变异。 等几天后确认他不会变异了,才会放他在健身房自由活动。 郑一贤痛打眼睛男时,把外面感染者的血抹到了他身上。 眼睛男回家就开始不停地洗澡,就差把皮搓下来了。 小三担心眼睛男变异,一直拿着高尔夫球杆防着他。 眼睛男从小三口中打听出他妻子感染前,一直有在服用从健身房买的保健药。 结合之前郑一贤问他有没有经常去健身房,眼睛男推测感染源就在健身房。 于是乎,他来到健身房逼问教练剩下的保健药在哪儿,他全都要。 没想到教练也是感染者,此时此刻刚好变异,教练凶猛地扑向眼睛男,幸好有手铐拴着,不然眼睛男就惨了。 郑一贤在外面将这一幕静收眼底,他走进去警告眼睛男乖乖待在家里,不然他就把监控录像拿给其他人看。 要是让其他人知道眼睛男近距离接触过感染者,他就死定了。 没想到眼睛男不知悔改,还想偷袭郑一贤。 郑一贤躲掉他的攻击后,他就嚣张地说,我外面有人。 昨天试图通过拘友会大妈混进公寓的男人,今天又找上了律师。 他在地下停车场用门禁访问器连线到了律师,并告诉他外面的疫情并不严重,其他动物出现的感染者都被关到了图书馆里。 律师自诩高端人士,智商却不是很高,他天真地相信了男人的话。 律师的妻子小峰查看了访客记录后,发现不对劲,立马跑去把这件事告诉了新春。 新春听后扛起装备就往外跑啊,多亏地下停车场信号不好,律师没法及时用网络设备给男人开门。 新春及时赶到,在门打开前将门彻底关上。 男人的监技没有得逞,教练发病一共持续了15分钟,随后他便恢复了正常。 教练告诉郑一贤,他只吃过两次药,没想到这么小的剂粮都能感染。 发病时感染者会感到快乐兴奋,这种药像毒品一样具有成瘾性。 之前教练跑到地下停车场里,就是为了回车上找药。 这件事教练也告诉了眼镜男,郑一贤听后让教练不用担心,交给他去处理。 第二天一早,公寓就会召开会议决定教练的去留。 律师拿着教练发病的视频挨家挨户的给人看,想让大家把教练赶出去。 找到小三时,小三还暧昧地给了他一个拥抱,直接把律师给乐坏了。 投票辩论比赛正式开始,律师方先发表讲话,他的观点就是危机时刻危机处理,教练随时可能发病伤害到其他人,他们把他扔出去也不违法。 律师说完,新春继续发表观点,得病的人并不代表他有罪,教练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禁药,如果他是你的家人,你还会把他赶出去吗? 双方发表观点完毕,投票正式开始,结果是9比9打平。 这时,从未参加过居民会议的神秘男,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走了进来,他把票投给了新春,教练得以留了下来。 郑一贤接着提议,两人一组,大家轮流着看守教练,防止他发病后乱咬人。 在韩中校的主持下,感染者较多的地区已经进行了严格的出入管控,截止到现在,治疗药物还是没有丝毫进展,只能通过降低温度用安眠药稳住感染者。 政府已经决定放弃掉隔离区里的人,不再给他们提供食物,并断掉他们的水电。 会长作为第一批感染者,不知道还能撑多久,韩中校的妻子和他差不多同一时间段发作的,留给韩中校的时间不多了。 佳琪的手机从超市回来后就不见了,她只好借用大妈的手机继续拍视频。 本来大妈的手机平常也没啥用,就是用来打打电话拍拍照什么的。 这次佳琪把她手机拿走后,她却一直催着佳琪还手机。 佳琪翻看手机里的视频,发现了大妈后背上的伤口。 这时,超市营业员找到佳琪,告诉她自己好像看见她的手机掉在公寓门口了。 佳琪一听心里大喜啊,那个手机里保存了很多她的爆款视频。 她迫切地想要找回手机,又担心出门被感染者咬。 于是乎,佳琪提出拿钱给营业员,让营业出去帮她找手机。 营业员看样子很缺钱,答应了佳琪。 幸运的是,她刚走出公寓没几步,就在草坪上找到了手机。 不幸的是,处于变异状态的男人追了上来,营业员和佳琪拔腿就跑,男人随即进入公寓,正在看守教练的小美和小美哥,被他们俩的尖叫声惊动了。 得知感染者跑进来后也开始逃命,哥哥为了保护小美,率先走进楼梯间里确认情况。 没想到,男人忽然从背后冒出来,一口咬住她的脖子。 小美慌不择路,急忙跑回健身房左上门。 在此之前,神秘男邀请星春去自己家看藏品。 他是个末日爱好者,家里收集了各个国家的军用罐头。 星春就这样单纯地跟着他回家了。 与此同时,居有会大妈拉拢星春不成,就想除掉他。 他和眼镜男一拍即合,两人决定一起对付星春和郑一贤。 居有会大妈趁大家伙不注意,偷偷来看教练,暗示他手铐另一头靠着的柜子很容易就破坏了, 并且留下一杯水,饮诱他口渴。 随后,教练告诉郑一贤,神秘男曾来健身房买过药。 郑一贤再一打听,得知星春跟着他上15楼了,他二话不说跑去找星春。 神秘男不仅不慢地打开门,告诉郑一贤,星春在里面不用担心。 郑一贤霸气警告神秘男,要是星春出了什么事,你就死定了。 神秘男到底是不是感染者? 男人闯入公寓后,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波,敬请期待下一集。